警方早上再到彩石里姓若室英文中学旧校舍 一前发现发学品的现场重新进行搜查 早上10点多,警方派出重点搜查队 以及机动部队人员去到这间空置校舍 爆炸品处理货的车在现场戒备 去到中午12点半,警方收队离场 上个星期六,有四个进入校园玩野战游戏的人 发现可言物品报警 警方调查之后,发现4公斤炸药製成品 包括搜索式土製炸弹,10公斤哥罗芳,山埃等化学品 警方相信大部分的化学品 和去年11月理工大学失洩有关